轩兰诺今天上午再度回到强台的规模 今天北部地区雨势比昨天还来得明显 现在就请气象主播吴轩彤带我们了解目前的最新动态 轩彤 好我们迟一对大家来关注这第11号强台 轩兰诺的最新动态了 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台湾的东北东方海面上面 大概350公里左右 而他未来也会持续的往北来移开 那么大家知道的好消息 就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是已经解除了路上台风警报 但是大家还是不能特别的掉以轻心 尤其像是在北台湾的民众呢 还是要特别留意 因为他虽然离开 但是因为他的外围环流 还是会持续着影响我们的东北部地区 尤其像是北部地区的民众呢 都还是要防强风或者是强雨 那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就是其实在这一次的台风啊 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从中台 变成强台之后又减弱 后来又增强为强台 我们先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回播图 我们台湾在他旁边其实非常的小鸟一人 他是非常的一个强台的状况 而他现在的这个强呢 眼睛呢看起来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就代表着说他这个台风的结构 是相当的扎实的 而目前我们也看到呢 他的台风也在线 他未来会怎么走 是往北的方向来走 但是为什么他会变强 最主要的原因是当他进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就是东海 他吸收了大量的水汽 再加上他有吸收大量的热量 所以才会让他深沉 又重新从中台变成了强台之姿 那么最后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在上午的时候呢 暴风圈虽然会逐渐的远离我们的东北角 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后续的影响 包含降雨还是会持续的有 所以提醒在山区的民众呢 还是要特别流防 因为尤其像是雨水打湿了土壤之后呢 可能有可能会有土石松动的情形 要特别留意 而虽然 轩蓝诺台风为台湾带来丰沛的雨量 是因为他当时增强之后呢 他往北走 其实并没有特别的靠向台湾 所以台湾算是躲过一截 但他对台湾的优势是有的 因为台湾在七八月的时候呢 其实应该是水库最多的时候 因为水下的特别的多 这个雨下的特别的多 再加上是台风的季节 但是呢 今年的七八月 因为没有台风 所以水库非常的干枯 但是这个轩蓝诺台风来了之后呢 其实就帮水库来进账不少 包含像是在石门水库啊 还有像是在基隆的新山水库等等 但是现在他虽然已经逐渐的远离 而他们也把这个水库都已经进账好了 但是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在上半天的时候呢 台风其实相比之下 还是蛮靠近我们台湾的 所以他还是可能会造成 像北部 东北部 中部山区 会有好雨的情形发生 当然包含像是他的风向转变 所以像是在中北部 还有东北部的沿海 也要防强阵风 最快可能在下半天的时候 这雨是会减缓 但是也有一说 是他可能会再往后推延 可能是入夜之后 又或者是明天 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感受 再来我们也听分界师 他也有提到了 像是在北部 中部 还有会有一阵阵的强风奏雨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这个风场转变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还是会有雨 再加上上午的时候 其实气象局也有针对15个县市 来发布大豪雨特报 包含像是其中升级成大豪雨的 有新竹苗栗 还有南投这三个县市 都是值得大家的关注的 也要提防这个地方 可能如果你是山区的民众的话 出门要特别的留意 最后也提醒大家 在基隆东北角的旱象 目前是已经有缓和的迹象 而在翡翠 石门水库也快速的进步 而在今明两天 到时候因为风场转换 吹西南风 就会换成南部的山区 会有补水的情形 虽然呢 台风有带来零星的灾情 但是仍然能为我们的水库 带来不小的进账 而这次呢 降雨都集中在北部地区 各地的水情如何 再交给宣童 好没有错 我们刚刚其实也有提到 这个水库的进账呢 其实这一次 宣篮东台风 真的是帮了不少忙 而我们知道 在宣篮东台风呢 它是个强台 照理来说 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好处就是它没有直扑台湾 这也是很多的专家 比较不怕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提到的是 它的好处的地方 它现在呢 是经过了台湾之后 是大量的甩雨 所以呢 是进账了2.7亿吨的水量 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 尤其像是在北台湾 有很多的水库呢 都是水情最缺的 首先我们先来看到 在石门水库的部分呢 从原本的75%增加到89% 上升了大概14% 再来是翡翠水库 也从57%增加到64% 那么大家值得关注的 就是基隆的新山水库 因为大家过去 对基隆的印象呢 就是它平常 它就是个雨都 所以照理来说 它应该是比较多水的 怎么会这个地方 缺水缺的这么严重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今年的高压 比较强的关系 再加上 它们其实是比较偏向 在冬天的时候才会降雨 所以它们的水量 特别的少 蓄水率只有32.8% 但是这一次 轩兰诺台风来了之后呢 估计可以让它们 进涨400万吨 而水利署也说 这一趟台风过去之后呢 一口气是进涨了 2.7亿的水盾 2.7亿吨的水量 都为台湾是水库 以及我们的枯水期 水晴 解决了不少问题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